學是可非,明面是非 對,是不是很快呢? 我們聽過學是可非,明面是非的手勢 我們播出來,很多師傅都很想學 學是可非的手勢,怎樣做才是最正確? 今天唯有用一個始祖的方法去教大家 可以教一下最初的風格 我學的時候的解釋是怎樣 其實很簡單 學是的時候,我們是想模仿一個Tick 所以原本是這樣 這樣是Tick 這樣就不漂亮了 所以變成90度這樣 首先是Tick 要有90度 交叉 然後就Cut 然後明辨是什麼呢? 其實我們是有Tick 明辨,然後繞一圈在前面 是非 要Tick 我拍不到 手指太短了,是嗎? 是 OK 3 學是可非,明面是非 我想說,現在你們說 學是可非 不是,學是可非 是 學是可非 是 學是可非 不是,學是可非 不是,學是可非 不是喔 是喔 是喔 我去嗎? 下一個 下一個 很久了 3 2 學是可非,明面是非 學是可非 我沒有 我沒有 上面的,不是下面的 上面的 但是明辨不是右上角 你給他一次機會 你給他一次機會 我沒有 學是可非 明面是非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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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1 學是可非,明面是非 我有點歷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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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